來賓一同拉下彩球 縣到199縣四重溪段外環道開闢工程 正式駿工通車 今天上午縣長潘莫安特別到場 與鄉親一同見證 這個歡喜時刻 寒舟半島是一個觀光熱門的景點 四重溪溫泉 也是全國最有名的八大景之一 那也是常年 是大家愛好泡湯溫泉的人的 避到之處 那麼過去因為在溫泉季 或是平常假日的時候 199縣原本車城牡丹 一個很重要的主要幹道 常常以車滿為患 那衛溫道在去年 原來份動工之後 地方的支持下都很順利的完工 今天的啟用典禮 可以說是車城鄉 整個新地標跟新氣象的開始 未來這座199縣連外道路 就可以直通到我們的牡丹鄉 那對於發展觀光 是一個很肯定的一條道路 強調地方原有路段 道路寬僅約9至10公尺 造成地方長久交通阻塞 及停車不變的問題 路徑道路通車啟用後 將疏解駕至四重溪汶泉風景區路段 道路人車擁擠等嚴重問題 為鄉親機關光客提供順暢的行車動線 健全交通網絡 估計199外環道會為我們未來 在整個這個恆春半島的觀光 在整個交通路網天上一筆 而且會更好 也因為外環道的開閉 帶動周遭的一些產業經濟的發展 我想整個路網是一個城市 進步發展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們足夠了恆春半島的 整個這個交通路網 希望更完善的路網 能夠帶來更便捷的交通 也帶來更多的人潮 外環道路通車後 不僅提供更加方便直接的動線 也能強化城鄉間預測功能 均衡屏東整體生活圈 促進地方觀光繁榮發展 屏東樹比亭陽正義採訪報導